另外花林县玉旅福伦社也欢庆了50周年系列活动 28号上午是在玉旅的艺文中心举办了受证50周年纪念庆典 即50、51届社长交接和冠名奖学金的颁证典礼 花林县玉旅福伦社欢庆50周年系列活动 6月28号上午在玉旅的艺文中心举办受证50周年纪念庆典 即50、51届社长交接冠名奖学金的颁奖典礼 丽与福伦社在历届的社长的卓越领导下 持续的推动各项服务计划 及充分的花园福伦精神和奉献的精神 全体的社友和福伦们都用心的经营与参与 丽与福伦终止 临继承一个无心甜美的福伦大家行 其心团结电地玉旅福伦社这50年来的优良传统 社长也感谢全体贵宾专程力临共襄盛举 也非常感谢全体的社员团结合作筹备历史性的50岁庆祝会 并表示在历任社长以及社友的努力之下 不仅使本社在稳定中不断的成长 更积极的辅导新社成立 使不轮置业在花东地区开支散业 延伸各个角落造福相利 投写播放了精心制作的50周年的回顾影展 包含了历年重大的社区服务等影片 以及两大墙面的相片展 陪伴花点乡亲走过50年的岁月 贯彻福伦以世界性的友谊 增进国际之间的了解 清善以及和平的理念 是全体福伦人的目标 唯有努力再努力 记者高松松预阵采访报道 entender多多多个人 徐早 医学内